叶董,您本次的消费一共是561万多点,零头给您抹去,收您560万就行 不用,该多少就多少,都不容易 这件也挺好看,一起打包吧,刚才没看到 亲爱的,我喜欢那件衣服,你赶紧给我买下来 刚才他说的那件,我要了 您好先生,那件衣服已经 不认识我是吗,这个你总该认识吧 星光塔,只有每年消费过亿才能拥有的星光塔,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柯华刚才知道吧,我是人事部总经理,邹真一 柯华刚才是山京市有名的钢铁集团,董事长就姓邹 难道,原来是邹公子,没想到是邹公子大驾光临 小女子有眼不识泰山,还望邹公子莫要见怪啊 这有什么怪不怪的,我心眼还没想到那种程度 反正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从次的人 要是什么人都能认识我,那才真是奇了怪了 刚才这女人选的那件衣服,我女朋友喜欢,给我包起来吧 可是这,胡店长,买东西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吧 理解,这,抱歉理解,邹公子是星光会员,星光会员有优先购买权 这样啊,那算了,你找人帮我把包好的这些放到车上就行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理解 滚边 找得倒是不错,跟我玩几天,我免费送你几件怎样 他包好的那些,都是什么 胡店长,你好好跟他们说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邹公子,这些都是店里刚到的一批新品 叶董和他女朋友已经买下来了,并且付完账了 倒是有些意思,现在什么人开个小公司,都能随随便便称懂了 搞得好像是什么大集团一样 小公司,仅凭一个龙星集团,日收入就得有几千万吧 更别提阿洛斯医疗,金顶商业,餐饮房产这些产业带来的收益 在邹公子面前,我的确没有自个称懂 毕竟柯华钢材,可是国内有名的重金属上市企业 按照现在的股价来看,貌似总体市值已经接近200亿了 切,好像星光会员的特权之一,就是只要还在店内的商品 不管有没有人付账,星光会员都有权利过目,对吧 是的邹公子,可是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全部给我打开 要是我女朋友有喜欢的,就买几啊 等我们挑完了之后,别人才有资格再买 我勒个青娘啊,就算打开你也不会全买的 你为了装个批,让我得罪叶董这样的微微微微哀批 这不是纯粹难为我吗 没听到我老公的话,都在磨蹭什么呢 不想干了是吧,你们不想干 有的是人愿意干,麻溜的给我滚蛋 星光会员特权之二 持卡人,有权利向总部提出 开除店长及其店员 真是神仙打架,小鬼遭殃 谁都得罪不起啊 夜等您给个话,只要您不想让我拆 那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您的车上 嗯,你他妈的别脸不要脸是吧 区区一个市级旗舰店的店长 连星光会员的特权都可以无事 老公说得对,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为了这对狗男女,竟然还跟我们杠上了 就你们这种低贱的下等人 别说什么卷铺盖滚蛋 我现在就有全山烂你的脸,你信不信 谁都不准拆,这本来就是我已经买完的东西 凭什么因为你们的几句话,就要再把它拆开 好的,我这就帮你们把这些拿到车上 胡店长,邹公子和这位小姐可是星光会员 连我们都知道星光会员的重要性 更何况是你这个店长呢,你说你,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小丽,你 胡姐,我也是为了你好,这不是在劝你呢吗 你叫什么名字 邹公子,我叫连丽丽 不错,我会以星光会员的身份向总部反应 你比他更适合做店长 那太谢谢邹公子了 今晚有时间吗,一起吃个便饭 邹公子说有时间就有时间 本来今天就只是简单的够个舞 没想到还看了这么一场好戏 真是值了 臭小子,你最好马上离开这里 别臊了我们的眼 我要是不能 不眨眼的东西,坏了老子的大好心腔 这两个巴掌,就算给你长长记性 以后,把眼睛睁大了,再做事 你敢打我 老公,打人是不对的 打人确实不对,打出声总没问题的吧 这倒是没问题 打,挺狠狠地打 作哥,我们也想打 可现在的情况是,打不过啊 我给你们每人十万 不,二十万 你们给我狠狠地叫去一下这个臭小子 作哥,我们以前在王总手下干过 就是这个保镖 别说我们几个了 就是一百个也打不过啊 废物,都是废物 我真不知道 养你们几个是干什么吃的 我在开会,有什么事情稍后再说 爸,你救救我 我被人打了 你看看我的脸 谁打的你 是他 这个什么狗屁的叶董 邹董,别来无恙了 龙兴集团董事长,叶董 正是在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是让你儿子给你解释 他肯定又得胡说八道 还是我稍微浪费一点时间 免为其难地跟你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后面的事情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我肯定不会同意 那他肯定也不同意啊 最后只能看看谁能打呗 真不好意思 他没打过我 他养的这帮狗腿 应该也打不过我随行的哥们 行了,不要说了 叶董的确年少有为 但也不能说打人就打人吧 我邹兆华的孩子 可不是谁都能打的 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 说法? 你想要什么说法?